大家好 我现在跟朱军一起参加电视艺术家协会 第六次理事会 对 我们将在这里认真地学习领悟各种精神 并先地把它落实在自己的工作行动当中 时隔四年朱军案终于喜迎大结局 2021年9月14日时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判决 闲子因提供的证据不足被依法驳回 朱军上诉沉冤的血 终于还自己一个清白 那败诉的闲子真的算数了 闲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实习生 经过这么一闹摇身一变 成为拥有众多粉丝的女权代表人物 可谓是名利双收 那这一场莫须有的性骚扰案 又给朱军带来哪些影响呢 朱军一夜之间被拉下神坛 录制的节目被停播 定好的春晚主持也被紧急更换 消失在央视的镜头中有将近四年的时间 还遭受着长时间的网络暴力 朱军这一次是赢了却像输了一样 那这一起骚动一时的案件 中间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在2018年时 一位名叫贤子的实习生发长文 指控朱军在节目录制期间 对他进行性骚扰的细节 当时的贤子只是一名实习生 正好被安排到艺术人生这档节目 开展相关的工作 期间贤子称 朱军恰好走进贤子所在的化妆间 见四下无人对他进行了骚扰 此消息一出 立马就在网上掀起了一波惊涛骇浪 全网的矛头纷纷指向朱军 认为他是堂堂的央视主持人 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那朱军真如贤子口中所说 是趁周围没人救起了色心 对他进行的骚扰嘛 在贤子提供的证据中 有三大一点都直击贤子的要害 首先第一点便是现场的监控录像 视频中朱军进入化妆间 确实有五分钟的时间 但是朱军身为一名央视知名的主持人 朱军和妻子也十分恩爱 再加之这是一个公共的化妆间 也就意味着随时都有相关工作人员进出 朱军知道这一点难道会明知故犯吗 更何况对面还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小姑娘 最可疑的一点便是 警方并未在贤子的身上 提取到任何朱军的DNA 要是这五分钟的时间里 朱军真做了什么不合乎常理的举止 那贤子为何不呼救不反抗 这是女性遭受骚扰的正常行为 其二便是贤子口中所谓的证人颜维文 他说还好因为颜维文的及时出现 朱军才停止了骚扰举动 但后来颜维文却出面证实称自己 并未参加那一期节目的录制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现场 更没有进过那个化妆间 并且还承诺愿意为自己的证词 负法律责任 第三点便是贤子的真实身份 我们注意到此事件在网上迅速发酵后 贤子每次出现身后都会有外媒的身影 而且贤子的坚定拥护者 买烧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不仅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之一 还多次在公众平台上声援反华言论 于是贤子是否和外国势力有勾结 从而恶意制造这一系列事件陷害朱军 也成了最大的疑点 如今贤子败诉真面目也终于曝光 央视主持人深陷性骚扰丑闻 台里为了顾全大局 只能请朱军休息一段时间 而如今朱军胜诉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央视似乎也在力挺朱军的付出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消失在迎评上四年的朱军 终于在央视的节目红色蜜当中现身 虽然出现的镜头并不多 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趋势 说明央视正在给朱军重出江湖的机会 这确实让不少支持朱军的人拍手称赞 其实贤子请的律师王飞也是一大疑点 近期发生的罗昌平辱骂烈士一事 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在事情发生后 不少律师都为罗昌平开路 只有王飞逆行其道 发文为罗昌平辩解 称他已经道歉了 就应该被原谅 而在王飞本人 在被某人批评是个白赤士 这个人随后也道了歉 可王飞是什么态度呢 拒不原谅还称他必须受到惩罚 王飞这般双标的态度 也受到不少诟病 别人辱骂他 他让别人付出同样的代价 而罗昌平辱骂烈士 却请求别人宽宏大量 您想想贤子请了这样一位律师 他代表的正义 是不是就变了位呢 贤子和朱军一事 也确实告诉了我们一件事 真相永远不会迟到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正义 各位观众期待朱军的正式付出吗 欢迎留言评论 长按点赞 欢迎订阅